目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期 专家认为春节一周期间是大隔离大消毒发挥作用的最佳窗口期 也是武汉以外地区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时期 接下来我们将在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 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 分类指导精准私撤依法科学防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